吃鸡小技巧,永远不嫌少 Hello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吃鸡这款游戏之所以耐玩 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武器库非常丰富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打法选择合适的武器 其中便有些武器的设定比较特殊 与同类型武器相差很大 以至于人气极低 下面要说的就是功能非常特殊的三把武器 它伤害非常爆炸,然而却无人问津 嘿小伙伴,关注我 在30秒内你会收到战神灵敏度 不信的话你就试试 1.沙漠之鹰 手枪在很多玩家印象中是垃圾武器 不过沙漠之鹰却是个例外 毕竟它的单发伤害高达62点 这个伤害已经比不少连鞠都要高了 近距离爆头两枪几乎必死 在手枪里非常特别 不过它的刷新率很低 玩家即使享用也很难捡到 2. VSS VSS作为连鞠虽然自带被禁 但是它的射程却非常不给力 完全不像正常的连鞠 面对100米以外的敌人弹道就会变得非常糟糕 不但子弹速度慢,命中率还很低 因此它并不适合远距离射击 更像是中近距离用来偷袭的步枪 3. MK14 MK14是把非常特殊的空头武器 它与其他连距不同 不光射速非常快 并且还拥有全自动模式 完全可以当作步枪使用 伤害非常爆炸 只是它的后座力太大 普通玩家根本压不住 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减上使用 小伙伴们 你喜欢减上面这些武器使用吗 欢迎关注收藏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